最近中部山區大雨不斷 而在南投中寮有一名生態藝術家是意外受益 因为在他的桃窑附近三个池塘全部都积满水 堆满难泥 只要等水一退就可以挖土制逃 他也笑说这真的是完全在底滑 南投中寮山区骤雨小溪流变大洪水 滚滚黄泥水从山壁流下积满池塘后 又溢出继续往下流 宛如世界末日的场景 对生态陶一家蔡仲晃确实满满都是宝 走到池塘边动手挖土装进桶子 带回工作室 筛除杂质后再用力揉捏取出一大块 干净黏土放上转盘开始捏制 没多久一个陶碗就成型 环境改变 那个水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带来的泥土 让我觉得说刚好是我在做陶遇 是非常适合就把它拿起来用用看 陶遇家说近日大雨让他当初挖的三个池塘 天天满水不用担心 里头养的鱼缺水 泥水还带来可以捏淘的泥土 积极看待大雨带来灾情 转为创作动力 记者魏绍宇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